谭子区巨星李里长李天桂的母亲八月中逝世 感念母亲生前乐山号施 希望能够为她的人生留下美好纪念 李里长代母捐赠一台近150万的消防警备车 给头家错分队使用 群名叫李周秀霞纪念号 未来将成为分队的生力军 提升地方的救灾能量 众人钱送上大钥匙 也代表着巨星李长将对已是母亲的亲情传爱地方 捐赠了这一台将近150万的警备车 并取名为李周秀霞纪念号 要提升地方的救灾能量 打火要做什么都很方便 不然我看到 去到我们办公室要做什么都聚 我说不如把他管一台车给他 是这样啦 这是对地方的要修用的东西 这辆警备车可以容纳有八人 是欧洲进口休旅车款 空间宽敞 座椅还可以多变化使用 对分队人员出勤 或者副宣队执行宣导工作 都能够有所帮助 之前旧的警备车已经差不多20年 你也知道在消防队的话 因为我们都出勤会比较急迫一点 旧的话可能就是刹车 还是说他的马力什么的部分 会就是没有那么的适合 然后这一次也是透过我们李长的 因缘机会下 就是有捐了这台新的八人座给我们 我们就是也可以把旧的部分 就是做一样会 旧的部分一样会继续使用 可是可能就是他一些武器材的运送 还是远远的载送后勤的补给 这些的话就是我们可以让新的车子 发挥他的功能 投家作分队再天生力均 改善车辆老旧问题 而这也是孝子里长回馈母恩 看似频繁的一辆警备车 有着满满的心情温暖 这人家话台中采访不到 的以后 中整人的reso 然后就这个余众 然后就好